吉安湘首度举办 乡长辈幼儿国小三对三足球赛 总计有32对 将近200多位的小选手参赛 乡长游舒珍表示 足球运动是要普遍化 不但是要从小训练 而且要透过比赛 才能够推广人人踢足球 而立委布坤其也特别到场 支持足球运动向下扎根 推广足球运动要从小开始训练 更要透过比赛 让孩子们有进步的动力 吉安湘举办第一届乡长辈幼儿国小 三对三足球赛 希望让小选手们有上场竞技的机会 第一届乡长辈足球赛 看到幼幼的孩子奔跑在球场上面 在华人国中最标准的球场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竞赛 我们感谢所有在各校里面 为足球推散的师长们 带来孩子健康茁壮 跟喜悦的成长过程 也谢谢我们主委会 这一次来承办这样的一个乡长辈的活动 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尽情的奔跑 可以得到最专业的游戏规则 跟从竞赛中得到了自信 以及我们在学习上面的一个 竞笔的这样的荣耀 112年度 既然乡长辈三对三足球赛 委托花莲县足球委员会来办理 共有32支队伍将近200位小选手报名参赛 并且在华人国中的标准草皮上展开球赛 让小选手们可以大展身手 家长们也在一旁为孩子们加油欢呼 立委傅昆奇特别到场支持足球运动 也和乡长游淑珍共同为优胜队伍 颁发奖杯挂上奖牌 借主会见相报道